美国宣布了新一波的对台军售武器装备清单 但是台湾最想要的潜舰等项目并没有在清单之内 在南海情势以及两岸军力失衡之下 这次军售暗藏美中外交角力的痕迹 总统马英九表达对美国的感谢 但是北京的强烈抗议还特别召见美国驻京待办 当面表达不满 总统对军售满意吗 美国最新一波对台军售正式送交国会审查 渴望在一个月内生效 马总统微笑已对 看起来神情轻松 开心 全写在脸上 马英九总统对此表示肯定与感谢 马总统将两岸关系与台美关系 从过去的恶性循环转变为良性循环 成功为台海打造出和平繁荣稳定的现状 不论谁成为下一任总统 都不该视为理所当然 当作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不知道好好珍惜 这次是美国在马总统任内 第四次对台军售 项目包括派里级巡防舰 可以主动攻击的新款方阵快炮 先进战术数据链入系统 AIM-9X摇侧链袭袭弹 以及强化我国野战防空能力的 单兵攜带式刺针飞弹等十项 共约台币602亿元 不过我方希望争取的前舰战机 空对地精准单药等却通通落空 但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 却召见美方驻入临时代办提出严正交涉 还决定制裁这次的军售企业 欧巴马卸任前 终于在北京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压力下 提供这笔军售 有平衡南海美中角力的意味 对台湾得来不易 但改变不了两岸军力扩大失衡 欧电TV续位之刚台北报导